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北京时间2月7日,据知名记者沃纳罗斯基的消息,热火和太阳完成了一笔交易。 热火得到前锋来恩安德森,送出后卫泰勒约翰逊,和维恩安林顿。 被球迷称为八千万先生的安德森,再次更换球队。 2016年7月,安德森和火箭,签下了一份四年八千万美金的合同,但他的表现,显然低于这份合同带来的预期。 火箭在2018年8月发,起了一笔交易,将梅尔顿和安德森交易到太阳。 赛季初,安德森还在太阳的首发阵容之中,但低迷的状态,让他很快沦为踢补,并迅速调出了轮换阵容。 赛季至今,安德森只打了15场比赛,场均贡献3.7分3篮板,投篮命中率31.7,3分命中率20.6,四项数据都创下生涯新低。 知名数据专家Rob Kimber第一时间更新推特,他写道,当初火箭拿安德森换泰勒约翰逊,被热火拒绝了,如今太阳拿安德森还是换泰勒约翰逊,结果热火却同意了。 算上本赛季,安德森的合同还有两年。 2018-19赛季,安德森的薪水是2042万美金,2019-20赛季,他的薪水是2130万美金,其中保障部分是1564万。 如果在7月10日之前,他并没有被裁掉,他就能拿到全额的2130万。 相比之下,泰勒约翰逊和维恩·埃灵顿,算得上是两个不错的极战力。 本赛季至今,泰勒约翰逊出战44场,场均10.8分2.8篮板2.5助攻,投篮命中率42.6,三分命中率35.3。 泰勒约翰逊本赛季的薪水,是1924万美金,而2019-20赛季,他将拥有一个价值1924万美金的球员选项。 本赛季至今,维恩·埃灵顿出战25场,场均8.4分1.9篮板,1.2助攻,投篮命中率37.5,三分命中率36.8。 他场均能够投中2.3个三分球,是一个很不错的投手。 热火做这笔交易的目的,是为了省钱。 通过这笔交易,热火的奢侈税账单,将从970万美金,下降到170万美金,他们省了800万。 消息人截图如下。